哈喽,欢迎来到妮娜应日记,和妮娜一起开启快乐的钢琴旅行吧! 最近一直有朋友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跟妮娜探讨学琴之路 以及很多正在学琴的朋友们跟着妮娜的视频已经开始动起手来开始学习钢琴来 妮娜非常的开心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妮娜想给这些初学者们一些对于教材上的建议 初学者应该怎样选择教材,以及妮娜推荐的一些基础性的教材 对于正在准备要学琴还没有选择好教材的朋友们 妮娜给出的建议,初学者的教材一定要有趣 对于小朋友来说,初学者的教材一定要好看 那么对于成人来说,你的教材也一定要有意思一些 那么对于初学者,如果是儿童,妮娜建议你选择巴斯蒂安的基础入门 她分了A上下册AB两个部分 在后边可以看得到,每一个部分都是两本书 一本是进行弹奏,一本是可以针对初学者进行乐理的一个介绍 而且有很多写写画画的部分 对于初学的小朋友,零基础的小朋友是非常适合的 那么谈完基础的之后,巴斯蒂安妮娜建议可以进行到第三册的部分 巴斯蒂安整套系列做的都非常有趣,然后乐曲很好听 同时,她分了从基础往上 从入门往上基础的这一部分 她就分了很多很多的系列 每个系列,妮娜觉得她的针对性都比较好 有诗奏,有乐理,有基础,有演奏 相对于初学者来说,已经变得很丰富了 那么妮娜建议成人也可以选择从基础的第一套开始进行系统的学习 妮娜提醒所有的成人学型的朋友们 一定要打好你的基础 千万不要怕在基础的部分浪费时间 相信妮娜一定不是在浪费时间 而是在积累知识 你只有把你的知识打牢了 你未来的学习是非常非常快的 不要去在意说我身边的朋友可以弹弹弹弹什么什么曲子了 那你放心 身边的朋友只会这一首乐曲 而你打完基础之后 你会弹十首,二十首,一百首的乐曲 所以一定要有耐心把基础给她打好了 在弹奏巴斯蒂安的同时 妮娜建议儿童就可以选用拜尔的教材了 拜尔的教材相对于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性 手指练习可变得更加的丰富 那么也开始是一首首小小的乐曲了 所以又有技巧性的练习 又是有一定音调的乐曲 小朋友练习来相对于来说很轻松 同时她的纸张也很好看 有一些插图适合小朋友们去演奏 拜尔的教材是可以跟巴斯蒂安 如果你谈到巴斯蒂安的基础二二和三了 你可以同时进行了 那么对于成人来说 你除了巴斯蒂安这一套系统 你说如果我也想打基础的话 那拜尔也是非常适合你的 你也可以选择拜尔的教材 然后进行去弹奏 同时在成人做弹奏的过程当中 你有很多时间去练习的同时 那尼娜就建议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套教材 尼娜强烈推荐的 所有有名的乐曲 在这一套教材上都进行了简化的演奏 非常的简单 听起来也很好听 它就叫C调上的 贝多芬 我们这个系列一共有五本书 有C调上的贝多芬 莫扎特也是尼娜在古典音乐里边 通常会介绍到的那些名曲 这里边都有 所以建议成人学习的时候 可以买这样一本书 都是有名的曲子 同时又很好上手 弹起来比较轻松 那么对于小孩来说 这一套教材是不太适用的 因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乐曲呢 有的可能小孩也没太听过 那么儿童建议你选择 如果你想弹奏一定的乐曲 我想听好听的曲子 尼娜建议你选择巴斯蒂安 可爱的钢琴古典名曲 这里边的古典名曲 相信很多大家都会听过 有儿歌呀 有著名的音乐选段呢 非常非常多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她整个的纸张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都有插图 尼娜对这种插图一类的教材 是非常喜欢的 今天尼娜做了初步的介绍 在之后的视频当中呢 或者你有任何的需要 你在你处于学钢琴的什么时期 想尼娜给你推荐一些教材 也可以在评论区下呢 为尼娜留言 跟尼娜互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继续支持尼娜 订阅尼娜的频道 把尼娜的视频分享给身边更多的好朋友们 好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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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